今天给大家带来蜡笔小星心烦 小星和妮妮妈偷偷跟踪妮妮 发现妮妮在暗地调查一个谜团 还意外做了一件好事 这天妮妮突然嚷嚷要自己帮忙跑腿买东西 这么反常的行为让妮妮妈大吃一惊 看到妮妮如此执着 妮妮妈只好答应下来并且告知需要买的东西 说完妮妮便急匆匆破门而出 可妮妮妈依旧放心不下 于是便一路偷偷尾随身后 可路过超市的时候妮妮却没有进去 而是又拐去了商业街 这让妮妮妈顿感疑惑 与此同时我们的马铃薯头就突然出现了 妮妮妈瞬间大吓一跳 准备破口大骂时小星示意让她别大声小心被发现 眼见妮妮又进入一个拐角 两人赶忙继续偷偷跟了上去 看到妮妮进去一家便利店在和服务员进行交谈 这时小星发现眼前一个水坑 身为五岁小孩的她这种情况必须跳过去才行 妮妮妈赶忙上前制止 可不料这小子不讲武德 突然一个急刹车坑了妮妮妈一回 接着妮妮又跑到公园的座椅上 仔细看了一眼垃圾桶后 还拿出笔记本记载下来 这让两人看得一头雾水 随后她们又跟随妮妮来到一家咖啡厅 妮妮和服务员进行一番交谈后 服务员拿出菜单 妮妮又开始做起笔记 随后妮妮又去和烤鱼店的老板进行搭话 还是一样不停做着笔记 溜带一圈后这才进去超市里面 随后妮妮来到熟市区一番仔细端详 妮妮妈记得自己没有说要买熟市 这就难免更加奇怪了 难道妮妮是忘记了吗 妮妮妈当即叫小新帮忙 把要买的东西再告知妮妮一遍 话因为落小新就跑了过去 妮妮还以为小新也是来买东西的 还没等小新开口 店长就走过来打招呼 和服务员一起向他们推荐新商品烤奶了 听到新商品妮妮CPU开始高速运转 然后再联想到刚才自己去过的门店 都有新商品的标志 妮妮懂了表示所有谜团全部解开 于是便一脸震惊说到店长和服务员去约会了 这把两人给整得很不好意思 妮妮表示以前经过这里时就能感到两人的爱意 所以刚才自己吃饱撑着就去商店街收集各种情报 还发现他们在公园里吃了便利店的新商品甜甜圈 而且妮妮连他们吃过的袋子也当成政务带了过来 妮妮很坚定表明他们正在一起交往 可被服务员给一口否定了 妮妮不敢相信 眼见如此店长便鼓起勇气当场向服务员进行表白 话音刚落服务员就眼含泪水答应了下来 因为这是她一直期待已久的事情 就这样妮妮根据自己的推理无意间做了一件好事 无语的妮妮妈很是无语